为什么他们会在中间吃鱼树 以为不错是吃鱼树 但伤了年纪的人 吃鱼树是一种难以忘怀的清洁 而不仅仅是鱼钱 在这一广年代 几颗鱼树都是伤痕累累 人们先吃鱼钱 然后是鱼树叶 到最后没得吃了 竟然想到了吃鱼树皮 据说鱼树皮是所有树皮中最可口的一种 什么鱼树皮这么一怎么吃啊 呃呸呸呸呸呸 就人家鱼树皮晒干磨成粉状 那时候叫做鱼树皮面 那时候吃鱼树面是一种生存法则 而鱼树的生存法则就是 人们旅玩这个叶搬光了它的皮 第二年春天 它一旧臭枝发芽 只要有根 我将能战胜死亡 这也将能生长 后来人们发现 鱼树的果实 鱼钱 树皮 野根 都可以入药 鱼钱还能做成各种美食 可以做成鱼钱团子 鱼钱炒蛋 和鱼钱饼 这是5060乃至70后 老一辈人的珍贵记忆 一口为大的老一辈 是当代发展的基石 值得我们永远铭记